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要來跟他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攝的東西 就是這個BanQ的ScreenBar 那這個是一個光條 然後它是夾在電腦螢幕上面 照亮你桌面的光條 那因為它是光條 所以如果拍攝這個產品的話 我們就用比較lowkey的方式 才不會蓋過這個光條所產生出來的光線 如果我們光打很亮 那我們這個光條上面的光線就根本看不到 所以我們今天試著用lowkey的方法 就是比較暗暗的Cushion的方式來打光 如果我們要拍攝lowkey的感覺 我們就會盡可能把我們的燈源 盡可能往我們物體前面塞 像是我們要拍人 我們就會盡可能的靠近人 那我們要把這個平板燈 BOOM 桿 BOOM 到我的頭頂上 那我們就直接來把它架起來吧 OK 那我們的BOOM 桿就這樣子架好了 所以我們就把燈BOOM 到我的頭頂上 那我們就順便調一下水瓶 讓這個BOOM 桿不會一邊重一邊淺 那後面我配重的話 我直接拿我的600D那個併壓器直接掛在後面 因為這個東西5公斤 當沙包還蠻好用的 就直接這樣架著 完美的BOOM 桿 好 那我們稍微定一下機位 然後再來繼續曝光 因為沒有定機位 你怎麼樣布都不太確定相機看到了什麼 OK 所以我們攝影機機位架好之後 我們主光也架好之後 我覺得還是稍微有點偏暗 然後我也想要讓層次多一點點 所以我決定再把幾根燈棒加到旁邊去 就是再增加一點點立體感 那燈棒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可以又硬又可以又柔和 就是又硬又柔和 一個很神奇的工具 那如果你把它擺橫的 它就可以看起來非常非常的柔和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它擺橫的 就是稍微在旁邊補一下光 然後順便色溫也調整一下 因為那一盞燈我想要主光是比較黃的 那我們其他兩根就讓它變藍一點點 讓顏色多一點對比出來 OK 所以我們大致的光線就已經架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把圖傳接到我們的攝影機上面 然後我們人直接坐過去 直接看看你還要調整什麼東西 那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我們就是剛剛又把這一盞燈就再降了一點 因為其實沒有穿幫 所以我可以再降一點點 到畫框了 最極限 就是能多靠近就多靠近 那這兩支燈棒就是 因為像是補光 因為它是柔和的光線 所以不太會有太多的影子出現 就是不會有很多不同的光源方向 讓影子看起來怪怪的 這兩支燈棒主要就是打 產品的正面跟側面 讓它補一下光 讓不要有死黑 就是讓它有一點細節 但是還是保持lowkey 所以我們的出力都沒有開太強 就是有稍微補一點點就好 我們主光還是一樣是頭頂這一盞 而不是那幾支燈棒 所以那個只是附加上去的 增加層次用 然後我們要拍攝 我們要拍攝 我們昨天拍了主線的B-roll 就是一些漂亮的畫面 還有一些情境的畫面 那我先把第一天的剪輯完 我們才能知道我要拍攝那些B-roll 才會符合我們的內容 所以我們先來剪輯一下 經過幾個小時之後 我們終於把我們第一條主線剪完了 我們才能知道我要拍攝那些B-roll 那接下來我們的鏡位應該差不多就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是拍攝我在用這個電腦螢幕 然後 單在上面 就是拍攝一些產品特寫的細節 還有我說到某一些重點 我們就特別去拍攝那一個重點 還有拍攝整體我們在使用的一個情境 一個氛圍的感覺 那在這個情境裡面 我們這個ScreenBar 其實它就是主燈了 因為我們沒有想要再蓋過這一條燈 它照出來的氛圍 所以我們這裡就直接拿一個平板燈 往天花板打 越柔和越好 讓它變超級大面積 那它的高度呢 不能低於我們的鏡位 因為如果你低於我們的鏡位 我們就會拍到螢幕有反光 效果就會不好 那我們把天花板這一盞柔和的光打開之後 我們完全不會影響到這個ScreenBar 原本照出來的光質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和 它只會讓我們的影子變淡 但它不會影響我們的影子 也不會產生另外一個奇怪的影子出現 就不會有兩個光源出現 這樣子效果真是超讚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拍攝我們的影片吧 OK 所以我們已經拍完了這一個鏡位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開始拍 產品特寫的部分 那產品特寫的我就想說把它直接架在電腦螢幕上面來拍攝 那我們燈光也要再稍微做一下調整 因為這一個產品的外觀是有點金屬的 所以它會有一點金屬的反光 所以我想要用比較大的柔和光棒來打 然後讓它有一條漂亮的反光在上面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來執行一下 那一樣我們用Boom桿就直接撐到我們要的地方 OK 我們成功的用Boom桿把我們的燈棒 撐到我們要拍攝的物體上面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做拍攝吧 拍攝產品特寫的時候我想要用比較特別的鏡頭來拍攝 像是這一顆Sigma的E770 雖然它是APS-C的鏡頭 但是它的最近對焦距離只有22公分 是焦平面22公分喔 所以它幾乎快要碰到物體都還對得到焦 真的是超飽 那APS-C怎麼解決 我們就只要裁切一點點就可以 因為它的成像圈其實還蠻大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OK 那剛剛拍攝產品背面 這裡有一個Logo跟同心圓的部分 那我還特別拿了一盞Aputure MC 來特別補強那個同心圓 讓它增加更多的立體感 然後也讓它更明亮一點 反正就讓那個Logo跟同心圓更清楚一點 OK 我們差不多殺青了 我們把產品特寫拍完了 那剛剛產品特寫拍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一直擦拭啊 然後還有吹球 還有刷子 就一直把這個產品用乾淨 就是在拍攝的時候 盡量上面不要灰塵 因為我大的光有點會很凸顯那個質感 所以你一點點灰塵就會很明顯 那還好這個不是什麼亮面的燈管 所以還好 如果是全部亮面的話 哇塞 你整個會插到快死翹翹 接下來我們就只是很開心剪輯了 那如果影片出來的話 我會在下面放連結 如果你對這個BainQ Screen Bar 登榜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拍片日常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請記得去看看 我叫KaiWon 我叫KaiWon 我會見你下次見 拜拜